都有的,一開始都會上網找其他設計公司 再看看他們設計的單位 都是覺得這間的設計比較適合自己 所以最後都是找到這間 一個小小的安樂禍 怎樣可以打造成外國風格的型格小屋 今天帶大家參觀一個位於馬安山的單位 看看怎樣可以用黑白色作主調 營造一個時尚的小窩居 一進門口的這個儲物櫃其實是一半牆 設計師特意在這裡開了一個位置 護主就可以擺放一些他平日出街要用的東西 而旁邊這間房間把房門改成了燙門 就更多儲物空間 可以讓護主擺放他的三副鞋物和雜物 而旁邊這個貓架是專門給他們的寵物 令到他們有更多的玩樂空間 主要顏色是黑白的 我和我老婆都是這樣意思的 不過設計師再給那些意見 我覺得全部都有用的 全部都給到靈感 大家再想了很多 之前都沒有想過的東西出來 長生和家電都會以黑色作主打 和白色的梳化箱影成趣 地板更大膽地用上較淺色的木板 作強烈對比 極具時尚味道 天花以簡潔的白色 配以富有古典味的水晶燈作點序 令時尚的客廳加添了一份古典氣氛 這個地方就是設計師特意為護主打造的 可以擺放他們的收藏品的地方 而護主想要一種復古的感覺 所以就做了這個燈泡的設計 除了家有電燈泡的玻璃櫃之外 客廳還加了很多二角古典風情的裝飾 令黑色的長生添上古典味 主人房面積較小 大勝在樓底高 加裝了地台之後 都不會覺得有壓迫感 全房都會以天藍色作主題 為增加空間感 更加別出身材感 用上大量的入場櫃 和加高地台 以增加儲物空間 女女房間以粉紅小屋作主題 入場設計的書櫃靠窗而建 自然桿可以直入房間 兩行設有長架 女女可以把她心愛的玩具都放上去 長生以粉紅色作主色 完全設合粉紅小屋的主題 窗花更可愛地改用了深型設計 浪漫非常 整體是滿意的 都做到自己想要 即我們想要出來的效果 也很多朋友都讚是特別的 如果下次我再裝修 我想我也會找回設計情報中心 我會找回設計情報中心 我會找回設計情報中心